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二月去札幌 找尋家鄉味的日常 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吃到台灣味了 有錢人是出去 你不懂 全是 全是雪上摩托車耶 好好 要我坐後坐 真虧這個雪 他們還可以這樣子騎摩托車 我都快看不見我自己了 因為還是疫情最嚴峻的時候 所以巴士上都沒有什麼人 我們這一次主要的目的是想要吃台灣的大雞排跟喝看看日本的貢茶跟台灣的貢茶有什麼不一樣 我把我們選擇的重責大人交給我們 一直很想要喝貢茶的這個小玲玲 她正在努力的抉擇 她到底要喝什麼 因為我們兩個人喝一杯 這樣子的話 等我去Costco才不會有負擔 因為那邊不能帶飲料 最有名的黑糖MIRK TEA 你買了什麼 你最後決定了什麼 普爾茶 都來了還喝普爾茶 這一間最有名的是她的雲朵甜甜圈 但是我們是被她的廣告看板豆漿吸引了 所以想說買看看 剛剛一直很好奇的豆乳 不知道好不好喝 我來點一個 好濃厚喔 好濃厚喔 這一家店 多少錢 480 貴嗎 就是觀光客的價錢啊 我這一杯是529塊 差不多啦 差不多啦 豆乳啊 我們比較健康 然後她沒有辦法去冰 她說去冰會是常溫要加70塊 我就說那不用 反正兩個喝完等一下就要繞樓 就不用 不用太在意 豆花70塊 這個量有珍珠 然後珍珠很硬 就是 不是那種咬下去會一半的珍珠 是那種咬下去就是 硬硬的那種對 這是豆花嗎 這是有點像牛奶弄成 固體的味道 我們後面她發現它就是起司奶蓋豆乳 可是因為它起司的味道實在太濃了 所以完全喝不到豆子的味道 烏龍奶 它會覺得很像烏龍奶 有像奶茶嗎 紅茶牛奶 對啊 在飲料店打工過的評價 咖啡是硬的 珍珠是硬的 因為我那時候在米克爾西亞打工的時候 沒有珍珠都是Q的啊 它感覺就是 不知道是太冰了 不然就是 它還沒有煮熟就撈起來的感覺 我只能說那個不是我們想像中的豆漿 它裡面就是用起司跟鮮奶油 加上牛奶攪拌而成的飲料 非常非常的膩 然後非常非常的 就是濃厚 非常不適合 需要解渴的人 它好像有加氣質耶 對不對 可以嘗鮮 它這樣算其實還蠻濃稠 就是 是有釣的啦 但是要解渴真的不適合 不濃稠 現在雜謊的人 少到齁 已經是70% 全品大家清楚 這一間店要關了 247 我們剛好路過經過這一個天口堂 它一開始是 以金箔冰淇淋為名的 那它還有推出其他就是 各種種類的馬鈴薯炸薯條 可以供大家就是參考 然後我們剛好發現這邊有賣台灣雞排 所以就來吃看看了 好可愛喔 這間店 很小 它這邊的話呢 有像這樣子的 炸雞排 500塊錢 跟那個起司的 韓國烤起司 我那個從來沒有吃過 我那個從來沒有吃過 他們大概可以再加點別的東西 他們大概可以再加點別的東西 好燙 很棒 有台灣味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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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痛 一分裂 哈哈哈 我覺得這其實也不得了 不得了 它不會當膩耶 我現在要買啊 兩個是990日元 你會覺得貴嗎 我覺得還好啦 不算貴 吃完了 好吃嗎 有蜜的味道 有味精的味道 不累啦 可以吃它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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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點了什麼啊 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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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